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汤兰花演唱的一代家人 那1951年出生于嘉义阿里山的汤兰花 他的叔叔汤首仁 在228事件的时候 担任阿里山乡的乡长 是日治时代 日本政府苦心栽培的原住民精一 可惜却在白色恐怖时期 被当成废蝶而枪毙了 所以汤兰花小的时候 生长在被监控的政治犯家庭 那他曾经说自己小的时候 家里贫困 上初中之前完全没有穿过鞋子 那17岁那年 汤兰花首次来到台北 参加台式第二届歌唱比赛 并且荣获冠军 18岁就以这个电影复兴的人一炮而红 那主题曲复兴的人 更是红遍全亚洲 但是他的一生经历很波折 三次大起大落 那由于复兴的人太红了 汤兰花家里在台湾 又有这个政治犯的阴影 所以他就转赴香港发展 1960年代他成为继姚书龙 吴敬贤之后 在香港最活跃的这个国语歌后 那身色异俱优的汤兰花 除了在港台爆红 印尼 南越 新马等地 也争相邀请他登台 那出生贫困 生性节俭他 迅速就累积了一大笔财富 那自然也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垂涎 这也是他第一段婚姻差点 让他永远消失于演艺圈的原因 那汤兰花爆红之后 有个高大英俊的青年 以华侨子弟的身份 来追求汤兰花 两个人恋爱多年 才在1976年结为夫妇 他就是拥有波利维亚国籍的 印加东 那婚后第二年变生下了儿子 印加东就和人合伙开了百货公司 结果欠下一屁股债之后 就一走了之 那债主临门他们的话 才发现至少跳票200多万港币 这个在当年真的是天文数字 那债主联手表示 如果在一周内不还债 必然报官捉人 那那个年代 因为台湾还有票据法 支票跳票是要入益的 所以还好 汤兰花的老公 因为他拥有波利维亚的国籍 所以结婚之后 汤兰花也自然拥有一本 波利维亚国的护照 所以汤兰花就连夜上了飞机 用这本南美洲的护照 到了香港重新演唱还债 那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台 所以被迫留在香港 1980年代初期 意外的成为另类的这种港星 那1978年 汤兰花为了还债 就在香港跟东南亚的 夜总会里面走唱 这个香港农公司 又请他来拍电影 影歌双亲 而渐渐入佳季 但是真正能够让汤兰花翻身 是因为1979年 有一个好运来临 当时日本有一款素食面 叫做杨夫人冷面 那来香港挑选这个艺人来代言 就看中了这个雍容华贵的唐兰花 就请服装造型示威 他示威一个很高的发迹 再穿着一身雪白 拍了一个杨夫人的广告 由于这个清晰美丽 日本人都觉得 这位杨夫人的面貌很像 在日本早就已经大红的 那个翁建玉 那这则广告的代言费 高达300万港币 他在日本成了大红的 这个杨夫人之后 立刻解除了困境 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到台湾 还清债务 并且跟儿子团聚 这个时候 他的演艺饰演如日中天 可以说是他继复兴之的人 爆红之后 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那这一出一代家人 是华世1982年 1月到3月播出的 八点档连续剧 总共是28集 制作人是中华 那主演出唐兰花跟白镖以外 其他像是曹兰 徐乃琳 李道宏 他们也都有参与演出 那一代家人 也是唐兰花在台湾演出的 第一部连续剧 至于一代家人的主题曲 是唐兰花在1982年春天 刚从日本拍完 杨夫人拉面广告 接着又到这个香港 海城夜总会登台表演 华世制作人这个中华 刚巧那个时候来香港 看到他的那个大型宣传海报 由于他正在寻觅 这个一代家人的女主角 挑选了好几个都不满意 一见到唐兰花就灵光一线 认为说唐兰花 就是他所要寻找的女主角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唐兰花终于答应演出 那由于这个也是 唐兰花首次演出电视剧 他心情十分紧张 一代家人推出这个 家贫如潮 收视率也节节上升 1985年 香港亚洲电视 买下了一代家人 在香港的这个播映权 在中文台播出 让这个唐兰花在香港的知名度 再度增加 那1980年代 唐兰花不但是这个 在演艺世界上有了第二春 在传销世界上也是红极史 到1990年代初期 唐兰花已经是台湾的这个传销天后 还著书立说 有一本描写 他推广传销学和走向人生 第二高潮的这个自传书 幽露娜娜加油 唐兰花挑战自我的故事 竟然畅销70万册 这个让他在自演自唱之外 又多了一个名作家的头衔 可惜到了2000年左右 他又卸购了一位英俊男子 那这个人 对他和唐兰花的这个儿子 都特别的爱护 那爱子如命的唐兰花 在这个这样的假象下 竟然又跟他 共开了这个股票公司 没多久这个男人又逃之夭夭 那唐兰花好不容易存下来 这个5000万港币的这个财富 又一下子转为负债 那这个是他生命中第二度 遭到男人出卖 那这一次让他几乎要自杀 那唐兰花当时 因为孩子的年纪很轻 那公司一切都还没有上轨道 想到自己第一次遭到前夫被判 留下巨额债务 私生逃往香港时 也能够咬紧牙关 就是渡过这个难关 那所以这一次呢 他觉得当然也不能轻易 像秘密投降 于是他就决心 又从小型的传销生意做起 慢慢的就积聚了财富 到如今的那个 又搬回豪宅去居住 但是据说 唐兰花从此就心如止水 永远不再踏入秦关了